一龙又被爆头了 2024年复出之战 仅仅撑了不到一回合 就惨遭日本拳王高扫KO 躺在擂台上久久不能清醒 这是他继西提拆 杀鱼狼之后 第三次被高扫踢晕 一龙是中国名气最大 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自由搏击拳手 他因为武僧的形象而出名 但也因为这一点 饱受专业拳迷的诟病 大家质疑他炒作 质疑他的水平 这么多年他也打过一些高手 比如拨球 肖沙狂 西提拆 杀鱼狼等等 但是在后期面对真正的高手时 一龙的水平往往显得不够用 接连两次被泰拳高手西提拆 和杀鱼狼爆头KO 此后他就彻底摆烂 不是打网红 就是打表演赛 赚了个盆满钵满 在2023年的时候 香港大佬出资 据说给了350万的出厂费 这个诱惑力对于一龙来说太大了 于是他在四个月的时间内 减掉了70斤 从110公斤减到了75公斤 体重终于过关 只能说金钱的力量太强大了 一龙的对手程悟康裕 同样是来头不小 这也是一位40多岁的老将 他曾经获得过老K1的日本战冠军 也获得过Crash的冠军 巅峰时期 在日本属于前三水平的高手 他击败过徐炎 以彦坤和赵帅三位中国拳手 对华保持着不败的战绩 陈户是一位非常擅长冷招的拳手 经常在自己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逆转取胜 甚至曾经暴冷击倒过阿拉佐夫 而且在最近几年 陈户康裕还不断打一些高水平的比赛 保持着不错的竞技状态 比赛开始后 陈户康裕不断游走 以地操腿进行试探 一龙则寻找机会 以左右摆拳向前突进 甚至还击倒了城户一次 在进身内围的时候 一龙则寻的力量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然而比赛刚刚进行了两分钟 陈户康裕突然一个寒冷的高扫 踢中一龙脖子 此时一龙亮亮枪枪开始站不稳 但裁判并没有独秒 陈户康裕趁机对着一龙的头 又补了一脚 一龙当场被KO在立台上 处于昏厥的状态 据说躺了十多分钟才下台 一龙击被鲨鱼人高扫KO 和西迪台高扫KO 再被陈户康裕高扫KO 我的天啊 怎么回事 这几年先被西迪台高扫KO 再被鲨鱼 跟他鲨鱼人高扫 再被陈户康裕高扫 这场去年就开始造势的比赛 却仅仅打了两分钟就结束了 当然 这场比赛还是有一些争议的 比如裁判在一龙第一次被踢晕的时候 应该马上介入给一龙独秒 在一龙被KO之后 已经明显昏厥了 这时候应该马上掏出一龙的护齿 避免一龙因呼吸困难而窒息 但是裁判却还在那傻傻的独秒 直到一龙团队的人冲上去 才宣布比赛结束 这样的职财水平 甚至愧对这场比赛的投资 对运动员的安全 也是非常大的隐患 这场比赛在网络上 也是引来了热烈的讨论 有人说一龙金钟罩失败 有人说钱没有到位 还有人说一龙四十多岁还敢上了一台 虽败有荣 但我觉得这就是一场普通的职业赛事 一龙阔别了一台这么多年 已经没有了状态 既不如人 被KO也是情理之中 那些投资方和赛事方 有这些钱 还是多鼓励培养一下年轻的拳手吧